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欢迎收看张要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亦林 马航MH370扳机已经失踪一年 谜团至今尚未解开 马航近期公布的中期报告依旧没发现 与机组人员或是机械问题有关的重要线索 失踪乘客家属在吉隆坡举办MH370纪念活动 超过300人出席 呼吁大马政府和马航认真对待这起事故 我一直在问我的丈夫在哪里 飞机去了马航 发生了什么事情 马航MH370客机失踪已满一年 根据马航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MH370黑格子定位器电池已经过期 机上的机械系统未曾发出红色警讯 机组人员的行为也没有异常 班机失联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20多名大马和中国大陆的MH370乘客家属 他们不放弃任何希望 在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 希望大马政府和马航能认真看待这起意外 我只是希望马来西亚的公司 马来西亚政府能认真地对待这个事件 我代表我们中国家属 向所有媒体和他们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可以回来 我们希望3000人可以回来 今年活动现场挂满了永不放弃 寻求真相的海报和布条 家属们举着请MH370平安回家吧的标语 表达沉痛的想念 家属们将思念家人的心情 寄予在气球上放上天际 想到失联的亲人 泪早已决体 这些人是有关的 你什么也要演戏啦 你这个也不可能再演戏啦 我们什么都不信啦 你就不想跟人放过来 我死要见是活要见人 我们人是没死 就这样的人不说这话 如果付钱还没关系 我们的钱 钱可以找到钱 孩子可以找到钱 如果有钱钱 也就很难 我们记忆孩子 那是孩子的钱 我们的钱 不重要是一块钱 我给你 我给你 日前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表示 大马政府将会继续进行搜寻工作 失踪者家族们仍相信家人还活着 也期盼相关单位在没有证据下 不要再随便发布没有事实依据的推定 主要社记者郭朝和吉隆坡报导 美国职邦大联盟进入春讯和热身在阶段 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是目前拥有 最多台湾球员的球队 其中李正昌连续两年在大联盟出赛 目标放在灯上开季名单 印第安人队小联盟教练叶军章 过去几年一直看着李正昌的进步 认为他的实力无庸置疑 他的实力确实是已经到了大联盟程度 那是说心理上的调试还不是那么好 我是觉得说这方面其实是他可以 把这方面如果克服的话 我相信他就会是一个应该可以一直持续 在大联盟的一个投手 除了李正昌印第安人队系统中 还有陈品学朱立仁江绍庆和张玉成 四位台湾球员 印第安人球队其实对他们都期望蛮高的 就是原因是因为他们去年就是在小联盟的 表现都表现得非常好 他们觉得说非常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惊艳 那所以今年对他们都有很大的期望 列军章强调球队对台湾球员 有很高的期望 所以才会请他们提早到春训基地训练 希望台湾球员今年能够较出比去年更好的成绩 中央社记者吴邪昌 凤凰城报导 APEC亚太经合会财政次长 继央行主管会议在菲律宾塔加泰市举行 我国财政部次长吴当杰率领9人代表团与会 聚焦财政基础建设和融资等议题 我也借那个机会就是在这个IMF的报告里面 特别也提到了说这个建议各APEC的经济体 都能够注意到整个财政支出 以及财政的一些调整 因应区域内面临的各项挑战 地主国菲律宾今年提出速物行动计划 内容包括经济成长不均 天灾和市场动荡带来的经济冲击 以及人口成长和都市化等问题 吴当杰表示台湾支持速物行动计划 也会积极参与APEC相关会议 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中央社记者林行健 塔加泰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中国大陆知名电子商务企业 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来台湾大学演讲 畅谈创业精神 马云认为网级网路发展至今 从IT时代走向数据分析的DT时代 消费思维正在改变 现在正是创业的最佳时机 传统行业走得不好 有人说 哎呀我们这个超市现在不好卖 都是因为淘宝 我告诉你 没有淘宝你也会不好卖 未来30年 大数据云计算 整个的变革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尽管目前大陆经济下滑 马云认为并不是没有机会 什么是机会 人人在抱怨的这项东西 你把它解决了 这就是机会 机会最怕的是 他能不到你 凭什么你可以做到 是因为大家都不看好 你去把它看好 或者你有自己的 passion 你有自己的激情 你有自己这一帮人可以做 马云鼓励台湾年轻人投入创业 先前也宣布 计划以新台币100亿元设立基金 扶植台湾年轻企业家 打入大陆市场 那那个100亿的创业基金 要怎么样才能拿呢 或是有什么条件才可以使用 台湾创业还需要 阿里巴巴不需要 我们只是表达一个心意 我们主要支持的是 台湾本地的这个年轻人 如何把台湾的产品 农产品工业 各种各样的创业性产品 制造性产品 台湾的服务通过阿里巴巴系 卖到大陆 卖到全世界 马云的演讲 吸引2000多位大学生聆听 他分享自己的创业过程 指出乐观是创业者的共通点 马云更强调 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 才有可能成功 这套社记者张志燕 王一文 台北报道 台大校园真才企业博览会登场 今年共有259家企业参加 释出超过两万个职缺 堪称历年最大规模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2015年新鲜人 期望月薪达31K 和企业给的实际起薪仍有落差 第一份工作 因为只是大学生 大概是三到四万 都可以接受 新鲜人期望的这个月薪 大概在31K左右 不过企业大概只愿意开出 25到29K这样一个区间 不过如果你是顶着台大学历 不管是学士或研究所 其实起薪还是有机会 比其他人多6% 随着来台旅客突破千万 旅游航空业市场蓬勃发展 华航祭出跃薪20万元的诱人条件 预计招募100位培训机师 尽管2014年全球备案意外频传 仍吸引不少应届毕业生前来询问 因为目前两岸航点不断的增加 然后又补进新的77 那明年预计还有新的350要进来 那未来还有更多机种要陆续引进 所以我们会非常的确认 待遇的部分以现在目前 副机器来说应该就是平均大概20万 这里的那个待遇还不差 还不差 所以想来试上看 然后它跟一般的工作 最大不一样地方 它不用坐到办公室 然后可以去一些你这辈子 可能都不会去过的地方 我觉得很新鲜 除了航空业 毕业生最向往的科技业也积极抢人 鸿海集团锁定电子商务 行动通讯等人才 喊出大学毕业起薪4万元以上 职缺无上限 另外学历门槛较低的 房仲保险业务员 随着景气回温 有机会挑战百万年薪 也是毕业生求职的热门选项 中央设计者张志燕 检余齐台北报道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1951年中国以军队入侵西藏 引发藏人抵抗 1959年3月10号 拉萨居民掀起抗暴行动 遭到中国武力镇压 不少藏人因此逃亡海外 今年是西藏抗暴56周年 世界各地支持人士 选在3月10号发起游行集会等相关活动 声援西藏人民的自由及人权 更多后续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